本港警方鑑于犯罪率有增加的趋势 在1971年开始加强警务署属下的刑事偵扯组 警务署长薛基赫在1971年今天召开记者招待会 透露警方扩充和革新警务计划的内容 他指出为了加强应付罪案发挥更大的效能 警方决定将分设在几个地点办公的刑事偵扯组 改造和扩大 改设一个刑事偵扯总部来统筹指挥侦查工作 此外警方也应用先进的科学及专门的技术去侦查罪案 尤德着氏在1982年今天抵港离身 接替麦里浩着氏出任第26任香港总督 尤德着氏抵港之后随即举行记者会 他强调在任内一定会保持本港的反应 尤德着氏在任四年多 在86年12月逝世 当年居民 台湾在发生1941年228事件以来最严重的街头骚乱 几千个不满意政府农业政策的农民 在台北街头游行抗议放宽美国农产品入口 本来台湾当局在87年解研之后 街头游行经常都有 但并未发生严重的事故 而这次部分示威农民 与运入行列的知识分子 沿途破坏警缸、电话亭等公共设施 又冲击立法院 防部队于是用水炮对付 暴徒稍后再遗罪 分成多批人和警察混战 缩乱持续到将来清晨才结束 有几十人在冲突当中受伤 警方抓了将近100人 调查之后证实只有5个是农民 而千年今日在台北 陈水扁正式就任总统 他在就职演说中 提出四不一没有 包括在任内 不会宣布台湾独立 不会将两国论写入宪法 和不会废除国统綱领 但陈水扁在2006年就宣布 终止国统会运作 北京强烈不满